開始之前我想說一句 哪條彈散 我說這套是愛情喜劇來的 和是站出來 首先有一個人 在日本有一個劇作家 都幾出名的 他的名字叫做 軟戶市民 之前寫的都是愛情喜劇來的 今次就單大期 做原初動畫 就是宇宙和校園的背景 大家好像很開心 和樂融合地生活下去 應該是會 誰知 有一集之後 就馬上跟你說 這個充滿權力的鬥爭 商業的發展 綁架的陰謀 和內部瓦解的人士之間的鬥爭劇 沒錯這就是Cross-Round Crisis 我這樣說 我看這套劇的時候 主持阿鏡花 他跟我說這套劇適合你看 我一開始說 因為我看名字 我還未看出什麼端藝 有些星期都在藝術劇 Lucky things 大家都知道 我看動畫 我一向很專業 我很專業 我首先 我看之前 我按了遺跡一下 然後 我看到一個字 然後我看到這套劇的分類 寫什麼呢 我讀給大家聽 愛情喜劇禁未來青春 即是 尚要認名 教室危機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他們經常都說 我經常說的對話就是 學緣愛情喜劇 可能我剛剛看了 但當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就覺得 維基你是完全寫錯了 我想說 這個是不是 完全是維基的過錯 因為 至少 阮戶市民 一開始 公佈他動畫的時候 他是這樣說的 第一集之後 大家是不是被我們騙了呢 其實我們都是說商業的 是不是很黑暗呢 這樣說 這套劇的故事 其實就說 地球已經發展了 可以跟行星之間的科技 其實就已經是 在一個第五知第幾的東京市 這個不記得了 不要緊要 第三東京市 死了 沒有 第三東京市都還沒開發出來 所以那些事後 我們也不知道這都市 就是這個都市裡面 就有一個 就是在那間叫做科務的公司 就是說 這間公司其實是叫做 世界級的大公司 乳宅 乳宅級的大公司 它是一間 這樣 跟著 因為當時 人類就應該開發了這個 不論是穿梭於行星之間的技術 甚至是開發的技術 所以 這個大公司 當年就靠著一個學生 發練到這個火箭 就開始 達到這個 達到探索 開發 也都慢慢取資 成為一間公司 到現在已經成為了一間 很大型的財閥 它是綜合型公司 就是 環向新鮮 無論保險也好 什麼都好 那些就已經 就是 其實好像日本裡 很多大公司都是這樣 同時 這間公司 就扮成學 在這間叫做 科目科技 科學科技 學員 名字很繞口 無科科學技術學員 不懂 Atech 不是 那個名字 不是Atech 不要緊 Atech 是在這間學校裡的一個班 一個叫做 特優生 特優生 這班特優生 專門開發 一次世代 你可以說的 一些引擎 對 玩一個宇宙版的高智能力方程式 他們就是整班人 我看到這個介紹 我覺得 那部機器完全是高智能力方才是設計的 首先我想說 他們現在靠這部東西 沒有東西的 那他們繼續經營這本三 就是新的技術 沒有東西的 這個設定其實只是在第一集中期出現 因為第一集前期是說些什麼 第一集前期是說 要付錢 不行 這麼貴 你為什麼要向這個恐怖分子屈服 屈服了一次之後 他會繼續開大口 那一開始我也是那句 我開錯動畫 為什麼整班大人在暗室對談 那沒有啊 你知道學校也有老師 也有校長 那些已經超越了老師來校長 整班雅室是社長 然後那個故事就說 因為阿水 其中一位主角 就被人抓住了 對 那基沙 就是社長的兒子 第3仔 都是有那些家族鬥爭意味 我覺得 那我記得他開頭 是說 不知道要付多少億 其實不是很多 只是幾百萬美金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聽到數碼 那當然 因為第一集的故事 其實除了你說介紹 就是學院的特休班 裡面的一些角色之外 就是 其實就是 因為 那基沙 就要成為這個 插班生 班主任 介人 為了拯救 很熱血的 很青春啊 他為了 很典型的熱血教師 我們知道 全班同心合力 就可以解決學生的困難 然後按摩制約步 你會在私房間出來 是不是 今天不是 他在青春 過程中 就是穿越危險區域 用最短的路線 去出發 然後我又聽到 就說 200億 180億 85億 然後我看到 哇 那些錢就這樣 然後最壯了 全部那幾百億就沒有了 突然而 那個贖金只有七百幾萬美金 其實 你交個錢給他 就更容易簡單 整件事 他其實開頭是說 交不到錢 不是 交不到錢 個人死了的話 幾百億都賠不回來 人們是比較值錢的 你知道嗎 不是 為何他們會出動的原因 就是 他們要贖金 他們是要在限時裏面 而那個限時裏面 是 沒有 方法 是可以 去到他們所指定的地點 因為那些所謂高層 討論得太久 究竟付不付錢 對 你明白 你過鐘收入多錢 便撕票 撕票的人便死了 還有那個調歸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高層 好像有所顧忌 覺得這件事 的贖金事件 不是很容易可以給錢 就解決到 還有那些人的身份 很特殊 當然他們後面看到 就是 這位第三個哥哥 第三次 是 在這個家座地位 那些微妙的 所以 就是 他們那些董事會的人 就演而不決 但熱血老師 純粹是抱著 這個學生 就要拯救的心態 很熱血 你這樣說 就是 第一集那邊 經過這樣 你打算看到 經過這個 有情熱血 努力 之後 終於抵達目的地 卡了這次 然後告訴他 他已經解決了這件事件 然後出來 不會讓你看到 你居然肯救我 然後抱著一塊 這樣的熱血場面 Sorry 是沒有的 然後跟他說 你有沒有可以計算數 你去救我的錢 和你開發那部機的錢 算一算都知道 為什麼要救我 還有我都能夠 你都傻的 然後就說 其實 我就是要整治你這班人 你這班人 大花童 花了錢出去 但又做不到什麼 所以我就要分裂這班 不是分裂 是廢了這班 他一開始就說 他們是要剪掉這個部門 沒錯 那他的手段 是要令到那一班的人 已經不再可以 做到他們要做的事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 總之他進入這個班 總之 到期末那時候 類似任意報告的時候 你們沒有業績 沒有成果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就可以收拾你了 而第二集 一開始 智英告訴你這套 是一套很現實的作品 他是什麼呢 他是告訴你現實的殘酷 這套作品 就是點醒你這班 有夢想的年輕人 你就得個副二代嗎 你睡醒了沒有 時間起床上班 你成哥的對話 成哥人 成哥人 成哥的對話 這個就是成哥的對話 因為就是說 在這個特休生的部門 他們花錢的速度 是天文數字 甚至就是在第一集裡 看到就是 他們根本就是不在意 自己花了多少錢 他們覺得就是 有夢想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沒有夢想 跟一條鹹魚有什麼分別 然後當然 裡面只有一個人 這樣想到 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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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沒有所謂 公司會再付 工費來的 死的 這個很正常的事 那當奈基沙來到之後 就說 你這班人 真是一班大花童 完全是沒有想過 就是說 你們作為公司的員工 你們是應該為公司 就是謀求一個利益 不是去幫公司賭米 問一下你們的良心 公司出那麼多錢 養利地 你們花了公司多少錢 做人有良知的 專知 問公司幫你付出那麼多 你給公司什麼 你沒有給到的 最主要就是什麼 主要是 戒仁和阿拉基山 他這兩個角色的對立 就是 戒仁是一個無實的人 他跟你說的是業績 戒仁跟你說的 就是 我是跟你說夢想 他可能爭辯不贏 戒仁因為 沒有啊 你真的浪費了那麼多錢 但是沒有辦法 就算他是辦主任也好 那怎麼辦 你真的浪費了很多的金錢 但是沒有交出的成果 甚至是弄壞了一部 測試機 還要是一個天文數字的測試機 那沒有啊 大家都知道 做研究這些東西 要扔錢才是正常的 你不扔錢 又要有些好像 世代優良先中華時代的設計 沒有可能 你要明白呢 這是一個相當傳統的日本大企業 這些東西 但問題是當年 你明白 故事給你 當年他們現在公司已經起家 因為有條件 做了這個超世代的引擎出來 可以領先業界 那就是 當你公司不再扔錢 去研究新的技術的時候 就會被人超過 但問題在於一件事 這個超科技術 是有一班學生 在不用蓬大的資金底下 他就造成了一個這樣的機器出來 而你們這班人 即是說 有資源 有才華 但是你什麼都做不到出來 那作為一間公司 是不是割了你呢 我覺得很合理 是很合理 很現實 難道你Steven也出來說 我多人在車房做一部App 你這班人現在有個大官員 做個飛鳥仔 做到一部新的App 你明白 最現實的地方就是這裏 所有公司 永遠一開始的產品 都充滿夢想 充滿傳奇色的開始 但幾百年後 或者幾十年後 通常出現了 就是新的管理層出來之後 就只是會從這個開源 折留一堆知覺對淋 他跟你說的 相當是賺錢 你開發部機的時候 是你說夢想 這裏其實是一個夢想 和現實之間的鬥爭 這個故事 那最後一定是夢想會懶 如果你說很現實的 夢想那一班組 應該會倒閉 你應該告訴你 不 我明白到這套動畫 相當的主題是夢想和現實 但我看完兩集之後 就是想 你可以更加現實 其實 或者應該是這樣 我看不到張力在哪裏 很明顯 第二集最後那裏 那班組員衝進門口 就是說 不行的 這個熱血堂是夢想 這個機器的創造 都是需要有這個熱情在裏面 你這樣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給你看我有才能 然後現實和夢想就交錯了 但是 那我是覺得 如果你既然是想玩現實的路線 那為什麼你不嘗試 去令到劇情再有深度一點 沒有那麼疑犀呢 至少我看下去了 好了 那基沙這個好像很年輕有為的青年 他有什麼手本呢 他有什麼才能呢 我看不到 其實這兩集 他好像很厲害 幫助人們自己脫身 但是還有什麼方法 說不出來 他在典型 在某一方面 機械方面 科研方面 他是很有才華的人 但是 等同於 你不會像現實一樣 一個醫生醫術好 你要他經營一間醫院 和經營一間醫院 是兩回事 對他來說 現在就是說 沒錯 我是認同 可能說你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但是 有才能 但是你交不出 你跟你才能相符合的成績出來的話 我就算怎麼認同你是一個天才都好 都是沒有意思的 而這個正正就是 到了第三集 其實在說的一件事就是 在說戒人 他再說就是 戒人根本上 其實他真是一個叫做什麼 甚至太近 就是一個開發笨蛋 除了開發以外的東西 他是什麼都不懂的 那麼很多天才花 當然是這樣的 而他不懂的東西就是 為什麼他這個部門 能夠可以支撐下去 就是因為 部長 即是原部長 是怎樣去庇護他們 就是一開始就算申請資金 那些東西也好 第三集說 沒有啊 你要申請資金 公司一個申請資金沒問題 你申請這筆資金 公司一個申請資金 會帶來什麼利益 那我才可以批評 你不是告訴你 我要買馬達就要200億 我要買螺絲批就要50億 然後一大輪就出現 那你給我錢 在第三集中他一直在說 作為一個部門的主任 他根本只是一個開發人員 其實他不是一個管理層的階層的人 所以他根本是不懂這些 而當原部長離開 拉吉沙就任這個部長的時候 他根本是不懂跟這個部長溝通 因為上任這個部長 我看到你是有才華的 就算你在這裡斬豬肉 你也埋滿不了你的才華 拉吉沙就說 沒有的 其實你經過了這麼多年 他由一個數據形式去看 你都過了這麼多年 你都沒有做到實績給我看 那我為什麼還要投資這麼多的錢在你身上 他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我覺得難聽說他是合理的 你成功過 不代表你之後必然會成功 那個成功是在於那個產品的成功 不代表你下一個產品也會成功 等於Window900和Window95很厲害 不代表Window Vista 是很厲害的 大家有很多怨氣 沒有的 現在我們科網界這麼熱門的行業 我們很喜歡吹捧一些工程師 但是商業很疼愛你的人 但是大部分時候工程師還是工程師 一定不會自然成為一個懂得生意的人 等於很正常的事 等於傳奇是你一樣 傳奇不是很好玩的 但是你想不到就是有真資中間這件事 不,他在商業那裡點滿了 但是他沒有點這個遊戲工程方面的東西 我現在是另一個相反的路線 他走了一個 但是這個是好的 至少如果第三集這樣有好轉 我還沒看了 但是我第二集的感覺 我只是看到第二集 我就覺得 如果他拿給伊莎再鋪多一點東西給他的人 看到他的實力在哪裏 我一直給我感覺 就是他用很多外人的口 去吹噓那個人有多厲害 但我看不到他在哪裏有這麼厲害 或者這樣說 在三集裡面 其實他只是擺出了一個臭臉 是的 你撩得那麼厲害 你好像有威水 但我不覺得你有什麼厲害 所以不能夠服務 而就叫做 好像剛才阿鏡花所說的 他的厲害 是背景設定的厲害 第二第三集裡面 看到他的手腕 有多厲害 因為就是在第二第三集裡面 他的對抗 他跟他二哥的對抗 他找人怎樣去整頓這個部門都好 其實是看不到他的實力 他只是在一個樓下說 你做吧 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首先看不到這個人的厲害 反而你說 在第三集裡面 叫做 將他們這個部門 終於就是裁減這個 開發費用的資金 和他們的設備 降到二十分之一 然後他們就要在 叫做什麼呢 去回就是 武科這間公司裡面 的始創人 開發他第一個引擎的地方 給他一個最爛的工作室 他說 你們從這裡開始 然後這一幕 就很現實 原本在這個部門 有很多人 說有很多人才的東西 聽到這句話之後 四五個人 就馬上說 沒有了 我走了 這個很戰實 因為第二集已經好復筆 他們是因為這個部門 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有一個自由度 有一個 有錢 簡單來說是有錢 他說的 人數十萬 我說二十萬 有十萬 我是要什麼 我忽發其想 我想做個鐵甲萬瓦俠出來 有你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本來這樣 但現在說 沒有資金 不要說鐵甲萬瓦俠 不過我連裝甲騎兵都做不到 我連一隻田子狗都做不到 那我覺得我沒有前途 我的能力是發揮不到的 那班學生都很現實 大難能力 我為什麼在這裏做 我不是因為夢想 或者大家有個很共同 很美好的章文 我要做一步就是 次世代的引擎出來 更加先進 更加厲害 就算環境幾個惡劣 就算我 我只剩下一隻手 和一隻腳都好 我都要堅持我的努力 去完成這個偉大的夢想 對他們來說就是 因為這裏好 因為保障好 這個明顯就是戲劇將來在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班主任 那個主任 也是部門的 就是一個追夢的人 但他可不可以 帶領他的手下 都跟他一樣 剩下一部份人在這裏 究竟他們能不能夠 他們會被現實的殘酷 所擊敗 還是他們能夠 就是實現他們的夢想呢 嘩 你說得這樣 那這套東西是這樣的 其他有一條很麻婆 你知道日本仔的東西 很多麻婆的道路 例如說阿朱阿朗 阿朱阿朗 我感動了 原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錢 是有理想的需要 我們一起努力幫助奮鬥 喜歡此類 老老實實 我只看第一集 我就覺得 之後會出現這樣的發展 我又看死了他 一開始 如果這樣 現在 到第三集裡面 是一個分歧線 是 究竟他真的是一套 學完愛情喜劇 還是 其實他是一套 一間大公司商業的 就是韓劇 什麼啊 還有三個兒子 三和奪的 沒有韓劇 也不是有一個貧窮女主角 跟長子要拍拖的劇情 差不多有 那你看到 阿戒盈的妹妹 有陰謀啊 我想說的是 就算是 好 阿戒盈的感動腦 去做主任 兩個合同奮鬥 一部新的飛船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但是有沒有說服是另一件事 可能找到一條 共用的 可以兼顧知究 和技術的第三條步 不要那麼欺負 一定有欺負的 簡單一點 好像無法剔的樣子 最後用一個 用一個 指責記太人 不是喔 現在我們是要一個新的 下一代次世代技術 突破一個毫米的歷程 可能是 你不可以說 因為它的樣子熱淨 不可以說做就做 其實這套東西 因為科技的東西 他突然間說 我突然間見到一大堆曲 說我完成了 其實我想那些東西 是比較難去墮入 那些東西 你不可能說 一些很藝術性 或者是 很實在我們會知道的 技術 當你在盤柴直樹一樣 銀行 有銀碼有錢 資金怎麼做 大家都知道這些 你很明顯就知道 現在那個方法是可行的 或者 其實在天台也好 但是他最後 用他的手腕做到 或者這樣說 你沒有一個很硬的科技設定 在裡面 就算你 很多一些作品 就說一些很硬的科技設定 就知道 好像他開頭說 那個引擎 原來要200億 為什麼他會值200億呢 原來其實我用10米都做到 然後我就說 你們前三年在做什麼 那些東西 噢 噢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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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ICC 來的 這些是精益求精 不是 這些是精益求精 有錢你就不用了吧 給我 都用貴一點 所以 其實 我就會這樣想 其實 故事的佈局 故事的格局 就是那個夢想一二集的鬥爭 我這個設定是好看的 我覺得是有他的潛質的 但是 就很厚編劇的手腕 這個情況 我就有一點點不看好 因為我覺得 去到一二集 我看了 我就不覺得 那個角色給了那個張力出來 他們看 就整件事很純其自然 又好像 不拖不水 所以我有一點點擔心 尤其是 在第二集 鏡花其實有那個感覺 就是 尤其是戒仁的角色 他那種就是說 他純粹是一個 好像熱血笨蛋的角色 但是 你不會好像 感覺到 我聽完你講的那句話 或者根據你個人的一些技術 或者心口 各方面 你會覺得 他講完那句話 你會覺得 是有機會成功的 因為 這裏就是有個好現實 就是錢 還有 其實他也是說 他一直以來都沒有 那個位置 你不要覺得 我突然間 我 心頭一熱 我覺得 我要爆了 沒有這種感覺 你常常覺得 這傢伙在詭辯 說 沒有的 沒有夢想和鹹魚有什麼分別 然後 阿娜基森跟我說 你沒有錢出糧吃飯 你就真是鹹魚了 我想那個正正就是這個位置 兩邊的角色都好 夢想那邊的代表 現實那邊的代表 兩個都沒有大壓感 到第一第二集 這樣 你那一下想 扔出來的故事主題 那一下 我還沒投入到 所以這個才是最麻煩的地方 我唯有期望 我覺得夢想那邊 相比之下 因為你可以慢慢鋪這角色 其實每一個同學都有自己的技能 一同執協力去搞定 這樣 現實那邊 如果那個編劇 要放下他的吹噓 嘗試給大家看 商業的手腕 就真的看他的實力了 他能不能說出來 說服到對方 說服到觀眾 這個人真的有那麼少實力 你也會說 這個校園 愛情 喜劇 你需要什麼商業的場合 應該不會有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 就是問在這裡 他要做到 好像有理念的衝突 但是又要設置在一個 這麼浮的設定 一個這樣的校園背景 我覺得 我抱不到我的心態 我覺得我應該很認真去看 或者這樣說 輕鬆一點去看 或者這樣說 我 我這次抱的態度 和我看可塑性記憶 是差不多的 我是很想看他黑的 我半人是這麼壞的 大家都知道 愛情校園喜劇 這是什麼 這些事情 不是 我覺得這次最嚴重的是 這次最嚴重的 是擺明他想黑 是否黑得起 問在這裡 我也想看他黑 說話都黑得起 記得嗎 你要看到革人 最後就是 成為一個老島的中年 然後 跟人說 我曾經都有夢想的 我拭目以待 他黑也好 不黑也好 他給了一個 夠說服力出來的繼承 當然我知道我這個理想 是很渺茫的 是 捲護士名 有時候拿不到他 不是 很難說的 好像剛才鏡花所說的 表現他現在 他想表現主題的張力 其實是不夠的 青春 現實 兩樣東西的衝突 是做不到出來的 只不過是 你本身說 你赤字 然後他就說 是呀 原來 不好意思 不過我還想問你 多批幾百億來用 我選擇來講評寶食罪 應該這樣說 他裡面的角色 缺乏了什麼呢 一個真實實在的 一個人的感覺 你如果老實說 一個人 你多霸彈 多充滿熱血都好 只要你不是學者綜合症的人 你都會聽我說 原來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可以怎樣 他不會說 花了這麼多錢 不是錢來的 那些是陰獅子 神經病 你不要騙我 我花了幾百億 這些是日圓 是銘通銀行 我一向在花銘通銀行的錢 你嚇不到我 幾百億 技術性調整 所以他給不到這個張力 那些角色就是不夠穿地 你不覺得他像一個人 其實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這套東西 我覺得 不是這麼好看的地方 是 精神分裂 他一方面做到校圓風 又好像大家一班茶花花的喜劇 另一方面好像很現實 我比較擔心製作群精神分裂 其實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很多元 有學生 有公園時間 有公司 他們不是學生 其實他們根本是一個員工 但是你知道他們是學生 故事也說過 他們是要朝早上上學 下午就要研究 下午就要研究 那這班是甚麼 同工 那這間公司是甚麼 黑心企業 所以我經常覺得 所以 其實 其實這裏應該 故事到後期 如果我作為 如果我是編劇的話 他應該有第三方勢力 就是甚麼 警察 警察 加入 其實那段期間也很黑心 那些剝削抗工 那些我都覺得 整件事是有點景穩的 對 那我對人來說 我跟著期待的應該是 第三方勢力 警察的介入 這好像半大小的劇情 如果都好像 甚麼不是 我都有點期待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個校園設定 用來第一集 給你挨握你 就算了 有甚麼用 如果不是就變了 所以我希望 他可以用得到多些 從哪些人想說 一定要學完生活 有高中的生活 有學生妹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有海灘梅 然後就要 要穿泳衣 要穿泳衣 對 要旅行的 例外一定要 不知道 那麼 招募以待 看看他怎樣 看看他怎樣 有夢想 我說錯 好 我們去下一部